用LINE扫一下智能吊牌的二维条码 就能进入到业者自行开发的平台 找回走失的宠物毛孩 业者说希望透过新技术 让民众能更快速而且便利地找回毛孩宝贝 我们一般宠物组都希望宠物医师能够赶快找回来 所以我们同样喜欢在吊牌上刻自己的电话 那对隐私其实是很没有帮助的 就会泄露自己的个资 那我们的方式是透过一个二维码 透过一个平台 所以当你的宠物医师的时候 对方找到狗他只要扫二维码 然后他就可以发送讯息给宠物组 双方都不需要知道个资 你不需要知道宠物组的电话 找到的人也不需要把电话让宠物组知道 那你们也不需要互加LINE 他中间有我们平台来互相做串联 那当然这个东西跟植物晶片有什么差别 植物晶片的话 我如果在路上找到一只狗 我必须把狗带到宠物医院 或是动保所他才能够扫晶片 那这个不用 我们只要在路边大家都有LINE 只要少一个LINE 他就可以找到宠物组 我们就是开发一个在LINE上面 能够运作能够把定位 传给宠物组的一个系统 那当然我们系统除此之外 我们加了一些简单的宠物日誌的功能 像可以记录他的储存记录 医疗记录 或是疫苗的记录 到底打了什么疫苗 什么时间还要再打疫苗 都可以透过LINE发通知给你 科技业者自行开发新技术 日前也赠送一批智能吊牌给收容所 协助掌握流浪狗的所在位置 这是我们台湾最新的技术 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 因为一般来讲 大家都会想说有植入晶片就可以 可是因为植入晶片 其实路上还是很多流浪犬 第一个植入晶片的费用比较贵 还有有的人说 阿伦我比较好一点会装GPS 那GPS本身要用电池 他要常常充电 他也不方便 那你没有这个你就不知道定位 那我们利用每个人的手机的定位 来传送给宠物主 例如我们有遇过 南部有那种 类似像收容所那样的东西 他说最近在南部有某一个区域 就很多流浪狗被屠杀 那他们想要统计 到底这些狗是在什么地区 被虐待被杀害 那他们就没有一个有效的工具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工具 我们也捐了很多这样的东西给他 希望他们在每只狗狗身上都挂 那他就可以去记录这些位置 然后可以来让宠物主知道 这个地区可能比较危险 常常有这样的事件发生 其实我们研发这个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让流浪犬能尽量少一点 目的就是这样 对 我们有开始在做一些 跟一些社团在做捐赠的活动 就是把这个东西捐给流浪犬或收容犬 就只要宠物主领养了 他就会拿一个种 这样 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功能 是目前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但是我们希望做到就是 当这个东西能够使用的宠物主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有群发的功能 假设我的宠物遗失了 我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发一个协讯通告 那所有的宠物主 都是能够帮你找狗的一个人 就比你在外面贴那个 寻狗启事好很多 这是我们希望以后可以做到 只要它的普及率够高的话 等于你的狗狗医师 就很多人可以一起帮你找 这样子 业者说期待新技术的普及运用 能尽量减少流浪犬猫的数量 让走失的毛孩都能回到主人身边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